又看到這位師兄的出現 這位師兄帶的是 上一集最高分的參賽者 是,我們第一集的高人 再帶上第二集的高分人士 他們包括… 余天龍,古卓文 卓文,卓文,古卓文 各位大家好… Sunny,其實我也有一次在後台 看到你媽媽和她一起來的 是的… 我也聽到你媽媽非常支持Sunny 我們也說過,你也知道 去哪裡發展,全街一起搬到那裡 去到那裡 其實好像你有一段時間 都逗留在北京工作 為何不會將基地移到北京 而是覺得香港有甚麼吸引 你會來到香港要挑戰其他參賽者 其實… 不要說挑戰 其實就是… 我上一集也說過 我的夢想其實… 很想在香港可以站在香港的舞台上唱歌 師兄呢?師兄會不會看好他 因為他是上一集最高分 當然了… 當然了 是的… 因為他已經來過上次… PK你們 是的,沒錯 這次來到我看到他 我問他為何你又來參加比賽 他已經聽過,很有實力 所以也非常看好你 你要加油 謝謝師兄 好 不要,叫Jayman就行了 不用師兄 叫到老了 謝謝Jayman 氣有氣 他是不是很客氣 兩位這麼客氣的 選一首歌都是客氣的 恭喜你… 不是 新年快樂 認真 我選的歌曲是叫 叫愛很簡單 上次在第一集的時候 他來過星光日和我們PK 當時給我感覺 因為他的唱功很厲害 這次和他合作 我也有點壓力 因為比較少唱這類型的歌 希望會有火花給大家看 于天龍 上一集被評判 稱讚唱功扎實 不過只要注意 增解音轉換的技巧 今次和古唱文合唱 愛很簡單 晉級會不會一樣這麼簡單呢 我 欣賞人的愛很簡單 忽然間發現自己 一生的愛上你 也真是愛上你 也真的很簡單 愛的地暗天黑都已無所謂 事是非非無法抉擇 沒有後悔為愛與夜去跟隨 那個瘋狂的人是我 I love you 一直在這裡 baby 說你也愛我 I love you 都願不願意 baby 失去你 不可能更快樂 只要能在一起做什麼都可以 雖然世界變個不停 用最真強的心 讓愛變得簡單 讓愛變得簡單 愛的地暗天黑都已無所謂 事是非非無法抉擇 沒有後悔為愛與夜去跟隨 那個瘋狂的人是我 I love you 永遠都不放棄 說你也愛我 I love you I love you 永遠都不放棄 只要愛你的確定 只要愛你的確定 Oh 如果你還有一些關火 Oh no 請貼著我的心傾聽 聽我說著 I need I need Oh yes I do Oh yes I do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Now I love you Oh yes Oh yes 一直在這裡陪 Oh yes 一直在愛你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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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 Oh oh 永遠都不放棄 Oh yes 只要愛你的確定 原來我 他腰圓你又嘩嘩嘩的,是嗎 唱美居當贏 一定要爭取最後那個 沒錯 好,究竟這次有否復仇的感覺 聽聽我們的評伴意見,張階天老師 其實這次一首歌的擬人唱 看到一個普遍的現象很有趣 就是你會看到星光一班的家族成員 很多都是放下了一件事 就是放下了一種比賽的心情 在台上發揮得很治愈,很有信心 而且我豁出去了,在享受,在表演 而當然,你在比賽的時候,于天龍 我就覺得你很緊張 其實比賽的時候,最忌諱是你覺得自己正在比賽 你看到所有星光一班的成員 當他們放下了這件事的時候 他們的表現真的都比以前更好 所以所有參加比賽的朋友 就不要在台上,很自信 我現在比賽了,糟糕了,會不會發揮 不要再想想這些 豁出在台上,你是一個表演者 其實你是很好的潛質 但是我在台上,我不太覺得你是一個表演者 你一拍攝師兄旁邊 我就覺得他就很自如 完全在演繹,你在比賽中 有一個很明顯的分別 所以你的假音和高音上隊都是偏向緊的 因為你很緊張 其實你潛質是不錯的 而且留意你玩音的時候,真的要玩得準確一點 不然就會覺得你好像是脆脆的,脆脆的 唱功紮實的于天龍 因為太緊張,影響表現 究竟他會得到多少分呢 究竟今個禮拜會不會得到最高分呢 56.2分 Thank you 恭喜恭喜 好,那麼跟進